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三节到二十三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同声诵读一杯 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 我凭着主耶稣基督深信 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主 食物叫弟兄酬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和灵并圣灵中 又为人所称许 所以我们无要追求和睦的事 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洁净 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 就是他的罪了 无论是吃肉 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 一概不做才好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 不能自败就有福了 若有人疑心而吃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你赐恩给我们 我们需要你的话语 中获得智慧 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地按照你的心意 在地上处理面对各样的问题 求主更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 帮助我们面对肉体的 我们自身肉体里面的败坏 世界充满的各样的罪恶的险恶和诱惑 如何在这末后的时代 让我们不仅站立得稳站立得住 而且能够更好的 在你量给我们的境界里面 更好的能够荣耀侍奉你的旨意 求主你亲自恩待我们这一帮 借着今天的礼拜 你得荣耀的同时 愿你丰盛的恩典 灵格在每一个在线 在各处求告你名 在现场求告主名 礼拜主的所有你的儿女的心灵 求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以下的时间完全焦头仰望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罗马教会中 饮食的问题产生了分裂 有人支持 只能吃蔬菜 有人认为肉也可以吃 所以教会里面 有些人谨慎地只吃蔬菜 有些人勇敢地吃肉 但是问题来了 吃肉的人 他们觉得他们信心很大 很有自由 于是很多吃菜的人 看见吃肉的人 就心里面论断他们 批评他们 觉得他们不够 敬钱不够谨慎 分明是跟旧约里面的命令 要求是冲突的 然后这些吃肉的人 就觉得自己信心还可以 福音的里面 已经一切都自由了 就觉得这些吃蔬菜的人 不够有信心 所以教会里面出现了 这样的分裂 这都是犹太文化 基督徒和外邦文化的差异 不仅是犹太文化 外邦文化的差异 以及在基督福音里的 自由认识的差异 犹太人虽然他们信了主 但是我们上周也谈到了 无论使徒彼得 还是罗马书里面的犹太人 其实包括我们看到 新耶稣信里面 很多关于歌礼等等 拜偶像植物等等 其实都是信了福音 但是犹太基督徒 从小根深蒂固的 那样的境界的 那样的意识 仍然短时间没有办法消除 虽然在福音里面 已经得了自由 但是他们仍然不敢越过 去享受那个自由 仍然去警戒什么 不可吃不可摸之类的 以及在基督福音里面 这不只是文化差异 而且是在基督福音里面 认识的差异 犹太人认识了 或者说他们可能不认识 不够认识 总之他们还在那个紧固下 然后外邦基督徒认识了 而且他们也没有那种文化的包袱 所以他们很轻松的就 像以前一样 该吃该喝的还念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差异 那保罗给予的诊断是 说到他们信心的差异 所以说坚固的人 不坚固的人 然后信心的差异 原因是信心小的人 都是 但同时呢 他们都侍奉同一位主 他们吃的人是为主的吃 主刺的嘛 好的嘛 而且福音里面也不讲究这些了 所以他们也是凭着信心为主吃 那不吃的人也是为主吃 他们因为知道旧约里面 主是这样教导的 虽然这个旧熟使 其实渐进那个差异 可能他们不晓得 但是他们不吃是为主 不吃啊 因着敬畏主的缘故不吃 所以在这里面就 两种人都是侍奉主 都是为主而做的 所以故此呢 主已经接纳了 因此呢 就不可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 所以实际上 十三节 上半节是对前面整个论述的一个总结 前面如果说 关键在于 保罗侧重于强调 你们信心软弱的 不能论断 不能 论断什么意思呢 他们心里嘀咕嘛 这些人怎么这么放肆 随便吃 明明律法里面叫做不让吃的东西啊 所以主要侧重于软弱 对软弱的时候 不要再论断 那些吃肉的啊 但是今天的本文呢 转折了 十三节虽然说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是彼此的 宁可定义 但是往后呢 重点是强调 信心刚强的人 吃肉的人 如何行使你们的自由 所以说到 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 绊脚敌人住 所以今天的主题是写给 信心好的人 信心刚强的 外邦 罗马教会里的一些 主张吃肉的弟兄姊妹 你们有自由 但是你们吃 运用你们自由的时候 不管是强调自由 还有强调别的东西啊 所以十三节说 不可再彼此 不可再彼此批评论断 宁可定义 就别再纠结了 别再困惑了 就别停止这种争论啊 他们彼此之间 谁对时做 总是在争论 所以保罗第一是 不要再争了 我已经讲了嘛 前面 不要再争了 然后第二 不要再彼此批评论断了 然后定义 不要批 宁可定义 吃就吃 不吃就不吃 然后不要彼此论断了啊 为什么呢 他就谈到了理由啊 那本段经文里面 其实也是用了这种 交叉配置的结果啊 十四节 上半节呢 就是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和二十一节做对应 和二十 不是说错了 这个第一段呢 是十三节 下半节 是关于半角之物的警告 不可给弟兄放下 半角之物 然后二十一节呢 就是不要做任何 使其他基督徒跌倒的事情啊 这是你看首尾 呼应他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十四节 上半节说 凡物本来就没有不洁净的 然后二十节 下半节就说 凡物固然洁净啊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西的部分就是 十五节 下半节 不要败坏基督 已经为他死了的那人 然后二十节 上半节说 不可毁坏神的工程 所以大体上这样的结构 强调了这个劝戒 警戒 不可让软 不给那个弟兄 放下半角的事情 然后第二就是 解释了这个神学性的理由 吃不吃那个 吃那个东西本身 什么没有 本来就没有什么不洁净的 凡物固然洁净 第二段更肯定了 然后中间呢 就劝勉 不要败坏基督 已经为他死的那个人 或者说 不要毁坏神的工程 那我们下面就具体的来看 第一部分 那关于不可给人 不可给弟兄 放下半角敌人之物 那很明显 按照文脉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在 谈论吃不吃的问题嘛 虽然这是一般性的教导 但是很明显是基于 吃肉还是吃蔬菜的问题嘛 然后重点又是对那些 他们认为他自由 可以随意吃肉的 这样的人提出 不可给弟兄放下 半角敌人之物 就是在他们行走路的过程上 不可给他们 使他们跌倒的这样的可能性 造成他们跌倒 那很明显 保罗说的这个半角敌人之物 就是让他们软弱的 软弱的这个事情 关于他这些吃肉的人觉得吃肉本身不是问题 但是当你认为 虽然你是在真理里得自由了 觉得吃是一种特权 一种自由 但是当你吃的时候 如果别人看见软弱了 那这个就不应该做 所以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 半角敌人之物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更高层的伦理 基督徒我们说 我们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第一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罪的问题 那你说吸毒啊 你说杀人呢 这肯定大家都知道是 吸毒前者 社会上都知道是不好的 或者是 甚至有些国家法律禁止的 像中国禁止的 第二呢 你说杀人呢 这个一般的来情况下都知道 特别是圣经也教导 那这是不可行的 大家都知道啊 但还有一些东西呢 是比较灰色的 像抽烟呢 那圣经里面没有提到 可不可以抽烟啊 我之前也谈到了抽烟这个事情 烟这种产品出现的时候 圣经成熟的过程 那个时候还不存在烟这种产品 对不对 那是不是圣经就对我们 类似于这样灰色地带的行为 没有指导性的帮助呢 不是的啊 虽然圣经没有说不可吸烟 但是却有些提 有些教导可以帮助我们 去看待这个烟的问题 第一就是说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啊 就是很多的事情呢 既然它不是罪 看似不是什么罪 明显的道德性的 黑白的那样的事物 但是当你去做的时候 如果对你没有益处 对你自己没有益处啊 无论是灵性上没有益处 还是健康上没有益处 那个事情就不应该 不合意去做啊 那大家我们都知道抽烟 这个事情 本身就对人体百害 无一意 对不对 那特别是女性抽烟 可能会染 不只是什么男的女的肺的问题 肺癌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对什么 乳房癌啊等等 等等 呼吸道那些疾病就不用说了啊 等等 男性等等都有害 那而且我们抽烟的时候 其实二手烟民这个更惨啊 那个如果是我们在自家抽烟的话 那个烟烟气 我们不止吸还吐出来了吗 即便你跑阳台去抽洗手间抽 那个烟的味道 留下来那个杀伤力比直接抽烟危害还大啊 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 我不用教导大家 大家也知道 总之呢抽烟这件事 不只是害自己也害别人 我们在韩国有的时候 有些地区其实请烟对不对 公共场所精致烟 然后路上有的是地方也请烟 但有一些这个老人家或者怎么样的 他没有就是那么抽嘛 从我们旁边走过的时候 那个味儿 我们就沦为二手烟民 当你呼吸那个空气的时候 那些粉末直接吸到你的肺子里面 对你的健康产生危害对不对 所以抽烟这个事情没有益处 如果按照这个经文的话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也就是说有些事情行了 虽然是自由 但是它对人没有益处啊 对我们的身体 对别人的身体没有益处就不该行啊 那还有一种情况 假如说韩国或者说中国 已经长期形成了一种基督徒不能抽烟 这种印象的话 虽然它不是什么 你先讨论不讨论 是不是符合基督教真理 但是社会上一般都觉得 这个基督徒不能抽烟的话 虽然抽烟跟救恩什么没有之间关系 但是当你抽烟的时候 别人就会这个不信的人觉得 这个基督徒还抽烟呢 他心里就软弱 他就不得益处了 不造就人是吧 不造就人 所以我们就不当抽烟 只是我举个例子 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是灰色的 但是圣经去讲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是基督徒自由的 包括我们今天本文里面处理的吃肉的问题 在旧约里面 有些什么猪肉 鲜鱼 像这个扁扁嘴的鸭子 都是不允许吃的 按照摩西饮食礼仪律来说的话 什么洁净的不洁净的 误会的 那是不允许吃的 但到了新约 我们知道那饮食 节气等等 所有的遗文的那些 已经在基督里 因为他那个有属灵的指向嘛 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全了 仪式已经废去了 所以就不在 不必再守什么吃不吃的问题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基督里面 因着信 因着福音的缘故 我们知道这是 已经得到自由的了 那个启示的渐进性 上帝扶救 旧约的百姓 为了教导他们真理 所以用一些 禁止饮食的那些事情 教导他们一些真理 第一是罪的概念 哪些东西是 要遵守神的话 越过了那就是不解 或者等等等等 那我们来说 已经可以不吃了 但是不管是自由的问题 这里面保罗说到 还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使用自由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注意 别人 我们的自由 不能让别人软弱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 除了是不是罪以外 还有一个更道 就不是按爱人的道理 按照圣洁 按照道德来说 这不是罪 你吃没有问题 第二 但是如果你执意的 用你的权力的时候 结果你的权力 让其他人 不得益处 软弱或跌倒的时候 这就不是爱的精神 爱的道理 因为爱是不求自己 益处 爱是考虑到别人的问题 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前面讲到 十戒 前四条讲到 爱神 敬畏神的 后面就讲到 爱灵舍 爱他人 不可杀人 不可当孝敬父母 什么等等 爱人如己 也就是说 我们所考虑的 我们所考虑的 即便我们拥有权力 但是我的权力 我的自由 如果是让别人 软弱跌倒的时候 这是应该正常 成熟的基督徒的心性 就是常常注意到 别人的感受 让别人得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虽然自己很自由 所以这个就超越了 不可可不可以的问题 这个就更成熟的 追求爱 考虑到别人的问题 以自己的为中心的 和以他人为中心的 然后更关心到别人 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的 所以上帝希望我们 这样的成熟 所以实际上保罗在 提醒那些 罗马教会里面的 那些主张 勇敢的主张 自己在基督里自由的 甚至可能言外之意 有一些炫耀自己 在基督里面 福音知识 更全辈的 这些基督姊妹 他们在勇敢地吃肉 去践踏忽视 那些犹太基督徒 良心的软弱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不是照着 基督教导 我们爱神 爱人如己的 这个精神去行 所以我有自由 但不意味着 我可以随便行 如果按新旧 一个关系来说 我们说 这个是 律法和福音的关系 那在基督里 我们已经得自由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 律法 虽然得自由了 但是我们需要律法 不是靠着律法得救 也不是在律法的恶之下 律法的恐吓之下 但是我们甘心乐意去 约束自己的自由 这种教导很多 其他方面 新约里面有很多问题 其实都按照这个原理 保罗来处理的 所以我凭 在这里面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饮食的事物 让别人跌倒呢 所以保罗在第二部分 也谈到了这个 神学性的理由 到底物质本身的性质是什么 所以十四节里面说到 我凭着主耶稣 确知深信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凭着 有很多解释 我直接说标准答案了 我凭着主耶稣基督 直接的教导 让我们确知深信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教导了说什么 那些他们也在争论 你们这个门徒 你们怎么用俗手吃饭呢 犹太人他们 在长期信仰生活当中 他们拘手很多的 他们后来发明出来的 他们解释圣经 形成的一些传统 不是律法直接的教导 所以他们一般传统 是觉得去上市场 回来的时候 市场上有可能一些肉啊 或者一些东西 一些器皿 可能按照摩西的律法 的要求的来说 可能是不结的 污秽的 比如说什么 掉了个死虫子 那个杯子就污秽了嘛 他也不知道啊 所以他为了吃饭之前 不得罪神呢 他们坚守就觉得 要饭前洗手啊 这个跟今天大家 饭前洗手 那个卫生 生理卫生 那种层面的概念 那个干净不干净 那个概念 无关啊 他们是礼仪上的 洁净不洁净 所以他们就坚持在 市场回来之前 洗手 但是当时的门徒和耶稣们 他们似乎不在乎这个啊 就就那么吃了 所以犹太人感到很震惊 说你们怎么 心里就论断他们 低估他们 说你们怎么用俗手呢 就没有被水洗过 分辨为圣洁净的手来吃饭呢 耶稣就直接反问他 这个就对他们讲 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啊 进去了 就算吃了一个蟑螂的话 也不至于死掉 也误会不了你的良心 是吧 顶多是从生物 卫生学这个角度 可能是不太干净哈 但是他不会误会人 但是出口的 从心里发出来的 却能误会人 里面就说了什么 坦婪 坚依 杀人 什么自私等等 讲了很多的罪恶的目录 也就是说 耶稣自己教导也是 吃的东西不误会人啊 吃的东西不误会人 而且我们之前也讲过 十四节接着说 凡物本来就没有不捷径的 其实从创造原理来看 从创世纪一章里我们看到 上帝每一天创造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都说到是好的好的好的 包括创造了那个地上的植物 瓜果 梨桃 蔬菜 菜书 包括昆虫 走兽 结束之后都说是好的 造人之后看得甚好 甚至上帝自己安排 让人去吃那个果子 吃蔬菜 是吧 后来挪亚时代的时候 甚至允许人吃牲畜 吃动物 甚至这个神所重用的先知们 像施许约翰 甚至吃蝗虫 野蜜 那吃的东西本来不误会 东西本身从创造来说 上帝就从来没创造一个邪恶的东西在 或者创造一个性质本身就是邪恶或者坏的 物质本身不是坏的 蔬菜植物 本身就不是坏的 没有什么不洁净的 而且甚至是善的 只不过是到了摩西律法时代 在西南山下 上帝处于向保罗所解释的 教导他百姓的礼拜 教导他百姓礼拜的缘故 教导他们什么 这个是不洁净的 那个不洁净 这个洁净不洁净 不是从物质性质本身来说的 猪不洁净 那上帝为什么 是因为他后期养成 那个在泥水里滚 那个不洁净 肯定不是指这个 是宗教意义上的洁净不洁净 他不是说从物质本身的性质洁净不洁净 而是特殊的意义 有所指 为什么猪分蹄不倒脚呢 所以他不洁净 这说明什么呢 分蹄子怎么能影响他不洁净 分明他是在教导嘛 像主日学校的那些 那个小卡片呢 小花啊什么 那些器具 教导他们一些东西啊 耶稣曾经也指着 这帮人是住 在泥水里滚 什么不洁的 甚至说他们是狗 自己吐出来的还要吃 分明他用这种现象 是指人来说的啊 所以旧约里面很多 洁净礼 实际是教材 教科书 一种教学方法 用保罗说是迅蒙的师父啊 迅蒙的师父 到了一定的时候 一切真理显明的时候 那些 那些工具就不必要了啊 所以 凡物没有不洁净的 唯有人以为不洁净的 在他就不洁净了 东西本身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 有的人认为他不洁净了 他既然良心软弱 他既然认为不洁净 那他硬要去吃 那他就是罪了啊 后面说到 凡事 凡事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 为什么 若有疑心而吃就必有罪 疑心是 本来他觉得这个事情是误会的 他硬要去吃的话 怀疑着去吃的话 对他就是罪了 凡事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啊 所以也就是说 那个事情 本身可能是洁净的 但是 我对他的态度是否定的话 我明明良心上已经否定 他是不洁的了 但是我还去做的话 这违背自己的良心嘛 违背自己的信心嘛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罪啊 反过来上一周我们谈到了 如果他认为这是误会的 他就为了主的援护 他良心既然认为他是误会的 他也守着 他为主而守 那他就无所谓 反而是称 虽然在信心上可能不完全 但至少他为主而守的 那种认真 忠于他所 他的认知去行 这个本身是可称赞的 虽然是在认知上不够完全 所以在这里面说到 那个鱼 他就不洁净了 是因为他 软弱的缘故 软弱的缘故 所以在这里面说 本身没有什么不洁净的 因此 误动 这个吃不吃的问题 本身就不是严格的问题 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什么 不洁净 或误会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对照 二十一节 无论是吃肉 还是喝酒 是什么别的事 东西本身 没有什么不洁净的 所以肉也好 酒也好 酗酒 醉酒是另一回事 我们这里就不讨论了 所以如果你有信心 你在福音里 在基督里 有这样的知识的话 认识这样的真理的话 你就在神的面前守着 假如说你的信心程度 或者你对福音的真理的认识 是觉得 还行 那不能吃 那信心还不具完备的知识 所以你是这么信的 那你就守住好了 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了 保罗所讲的 在基督所讲的 在基督里已经不重要了 那你就自由了 所以你吃也可以 不吃也可以 但是你认为不可吃的时候 那你就守着 那认为可以吃的 你就也守着 所以大家在神的面前 因着对福音真理的 认识的程度 信心的程度 各自按照自己的程度 去尽忠 去侍奉神就行了 这是事情本身 他就不会自责 就有福了 这是说到 凡物本来就没有不解禁的 凡物固然是解禁的 二十节 凡物固然是解禁的 那问题就来了 教会里面出现了两股人 两种认识 犹太人认为 不行还得 不能吃 外邦人觉得 无所谓 可以吃的 因为在基督里 已经都自由了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对 这些信心的人的劝勉 既然吃不 东西本身是圣洁的 没有什么不洁的 如果说是 B这个部分 不洁的 固然是解禁的 是劝勉那些 这个犹太人 信心软弱的人来说 西这个部分 不要败坏基督 已经给 为他死了的 那人的信心 不要毁坏神的工程 这就是对 刚强的人 运用自己自由的手 要注意 免得让人跌倒的 这样的教导 十五节下半节 说到 你前面说 你若因食物 叫弟兄愁苦 就不是爱人道理 基督已替他死了 你不可因 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基督已经为他死了 已经买了他 已经接纳了他 他现在过信仰生活 但是看见你在那 肆无忌惮的 去发挥你的自由 但是他的信心 又认识不到那个程度 他心里面就嘀嘀咕咕 天天因着你 去论断你 然后因着你软弱的话 这个自由用的就不好 虽然自由本身没问题 但是你就 让人不得益处了 对不对 叫他败坏了 伤害了他软弱的良心 然后二十节上半节 不可因食物 毁坏神的工程 什么叫毁坏神的工程 上帝透过耶稣基督 来拯救人嘛 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 两股人 上帝使他们在基督里 合一了嘛 成为一个身体了嘛 但是问题 现在这个教会的 合一受到了破坏 本来是两个群体 虽然民族不同 文化背景不同 但是因着基督 同样的条件 同样的价值 同样的缘故 都被圣灵 被基督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成为一体了嘛 本来是合一了 一幅所书里面讲 因着血 外邦人 犹太人 在基督里都合一了 都亲近神了 但是保罗为什么说 你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呢 里面有纷争吗 有分歧吗 所以当他们 原本基督 已经使他们合一的 但是因为吃的问题 造成分裂的话 在认识上 在情感上 在心灵里面 彼此矛盾 有隔阂的话 这个就是破坏神的工程 上帝建立了一个教会 本来是砖和砖之间 每一个部件之间 有紧密的连接 无论是用胶 还是用水泥 还是物理性的 还是用各种加固 是吧 但是现在这种分裂 造成这种缝隙 这种连接能力弱化 所以是在和上帝 所做的工作的 那个努力的方向 不一致 在破坏 毁坏 教会的和睦 和一 毁坏神的工程 所以 这是保罗在 责备那些 自认为有信心 却不顾及别人软弱 别人感受 想法的基督徒的责备 第一是 他们这样做 没有照着爱人的道理 虽然是照着自由的道理 没问题 你的自由 但是你管 你要考虑到别人 这就是爱人的道理 所以这是一种成熟的心智 我们在行动的时候 要随时留意 别人的感受 无论是朋友之间 夫妻关系 父母关系 社会关系 当然在教会里更是如此 我的自由 我行事没问题 上帝给我的特权 但你不能过于主张自己的权利 去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这就是爱的精神 超越了可不可的问题 是吧 超越了更高的 不是可不可的 第二就是说 不要因着这些问题 我吃是我的自由没问题 但是因着我吃别人软弱的话 别人心理软弱 论断的话 造成教会不和睦的话 毕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还认识不到吗 有些人还信心软弱吗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宁可放弃自己的权利 维持和睦 所以这是一个成熟人的想法 成熟人的做法 这里面有很多细的内容 我们不就分析 我们把核心的教导提炼出来就行了 这是石头保罗在这里面教导的 那今天我就讲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教会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大家也不抽烟 可能私下里喝不喝酒 我也不知道 青年人喝点啤酒 也无所谓什么玛格丽 以前我是 一听有人喝啤酒喝玛格丽 我心里会论断的 因为我觉得基督徒不能喝酒 但是后来发现 这喝不喝都无所谓 有的时候喝玛格丽喝啤酒 比喝可乐更健康 是吧 可乐那个东西真的要人命 高糖什么的 腐蚀性强等等 所以适当的喝一点 别酗酒 别沉迷就行 但是 就是在国内有些情况 传统教会里面 什么吃血肠的问题 中国教会是不吃血的 我以前也是那么认为的 韩国是不纠结这个 因为韩国 不像酒似的 以前对韩国教会 对韩国这个社会造成很负面影响 男的喝完酒 也不工作了 也不生产了 然后打媳妇 家庭也问题 子女教育也成问题 社会也成问题 是吧 所以韩国 来韩国的宣教是 坚决就紧酒 不管是因为他们保守的 长老会的问题 保守的什么 警信会的问题 但是他们就看到 如果不紧酒的话 这个国家 他就做不好基督徒 或者这个国家 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加上了这个 要信主 必须得 祭酒 祭焉等等 起了好的作用 社会干净了 家庭变好了 男人正常了 恢复正常心 努力工作了 社会也好了 对不对 这是贡献 但是单纯从福音 这个性质来讲 不可抽烟 抽烟就不是 真基督徒的话 这个就是 就律法主义了 这个在福音之外 又添加其他的要求了 所以不适合抽烟 抽烟这个不太像 不符合正常 社会上的人 也觉得抽烟不好的话 但是现在奇怪 现在现象 年轻人都抽烟 我现在走在首尔大街上 回到中国 很多年轻的女孩 十七八岁 十六七岁 就叼个烟抽 电子烟什么的 觉得很帅 很酷 等等 所以现在人 可能觉得抽烟 不像有的时期 觉得非常恶习 但是如果基督徒 能够解释自己 对于身体有害 不抽烟的话 可能会也是一个 好的见证 甚至有的文化里面 觉得本身就觉得 抽烟不好 如果基督徒在抽烟的话 可能会觉得 基督徒也不过如此 对不对 人很容易跟进你的外表 去判断你 对不对 所以那样的话 不管是自由不自由 什么得不得救 伤害不伤害你 或者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见证基督的缘故 紧致这种习惯 或者这种行为 也是好事情的 对不对 国内呢 就是我这次回去 也是探访了一些肢体 一些教会 他们也是问着 因着这个问题 也是比较传统的教会 所以吃血的问题 抽烟的问题 喝酒的问题 他们不纠结喝酒的问题 南方教会喝啤酒 是像喝饮料一样 我之前不跟大家讲了 去浙江 看下一条 圣诞节 成乡的成乡 端啤酒 按东北的地区的教会 觉得受不了了 这次我也开玩笑 去逗他们说了 这个东北 弟兄姐妹听说 你们这样的话 都灰软弱的 他们就喝啤酒 就像喝饮料一样 吃海鲜喝啤酒 但是他们不纠结 喝酒的问题 但是他们纠结 吃血的问题 就算我给他解释了清楚 他们就像这些 犹太帝佣子们一样 长期已经 坚守惯了 不可吃血 这样的习惯 他们良心上 心里面 意识上 还是扭转不过来的 虽然有些肢体呢 觉得 已经学了神学 知道这个 吃血不吃血 无所谓的事情 那个血是指基督的宝血 这个象征 不是旧事 象征 旧属 所以我们要敬畏血 就像希伯来说 不可倾鉴主的宝血 要带着高度的 敬畏的态度 对待血 不能随意犯罪 把神的恩当作 犯罪的情依机会 所以从这个情况 血和 现在的动物血 和基督血就扯不上关系 但是 有的人如果是觉得不能吃血 你就不能随意去吃血肠 吃什么鸭血 对吧 因为你吃是你的自由 对于你来说无所谓 但是看见的人 他会软弱嘛 跌倒嘛 是吧 所以为了他的缘故 我宁可不吃 即便我喜欢再喜欢 我忍住我的那个胃口 食欲 我节制 这个是美的 就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我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呢 保罗他讲到了 继续讲了食物的问题 上一讲主要是讲到了 这个 那些 吃书 只吃出菜 的人 犹太基督徒 不能论断那些 吃的人 吃肉的人 为什么 那一切都自有了 捷径了 对不对 然后保罗说 不要再为这个吃不吃的 我们彼此疑惑争论了 这种争论是没有益处的 然后他就给他们整理 从这个物质本身是捷径的 本来就没有什么 捷径不捷径 然后我也讲到了这个 从律法理律里面 他是为了迅蒙的师父 一种启蒙的教育 那个时期 用那种方式来教导我们真理 但是在基督里面 借着基督的教导 和基督的救赎的工作 这一切已经都成就了 已经得自由了 可以吃了 原理上 不受约束了 但是问题是 对于这些成熟的来说 有自由吃 但是不能因着我的吃 就忽略了爱的道理 考虑到那些软弱人的感受 我宁可 不因为我的自由 他们心里面论断 或者是让他们跌倒 或者是让他们里面什么 纠结 然后再就是说 不因着我的行为 去败坏别人 破坏神的工程 然后保罗这里面讲到了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两方面 第一个十七节到十八节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 就是十六节说到 补充说 不可叫你的善 你的善 什么叫善 保罗是肯定了他们吃 为什么 这是自由 这是基督带给我们自由 本身是善的 你是好的 你为了证明福音里 自由你吃 对不对 但是不能因为你的善 被别人毁谤 那些信心认识不够的 不像你拥有这样的知识的人 他心里面就毁谤你嘛 对不对 所以为了别人的缘 不吃 然后十七节十八节说 因为神的国 神的国不在乎 吃喝吃肉 吃菜 喝喝酒 不在乎这些规条 只在乎什么呢 公义和平喜乐 这个在圣灵中的喜乐 其实圣灵中的公义 和平和喜乐 那这是什么意思 神的国不在乎 吃喝 吃不吃不重要 食物也不能污秽我们 捷径我们 关键是在我们信心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追求什么呢 其实神的国里面 还有很多美德 保罗是重点 是拿这三个美德来 教导他们 要注意你如何去 实践那个自由 这里面说第一个公义 什么是公义呢 与神的关系呢 是谈到了 因信耶稣基督 上帝在基督里 称我们为一 我们获得了公义的位置 靠着基督的恩典 公义的位置 与上帝 这个被上帝接纳 那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水平的关系 公义这个概念 主要强调 与人拥有正确的关系 所以你发现 保罗强调公义的时候 你要在神的面前 正确的关系 不要让你的弟兄跌倒 是吧 这个就是和神的关系 不正常了 你如果让一个弟兄 让一个基督 为他流血 救了他的小子跌倒 那可能 影响你和神的关系 第二 水平的关系的话 你吃是自由了 但是你吃的时候 你和人的关系破坏了 不正常了 所以公义很重要 在神的锅里强调公义 和神和人的关系 第二 和平呢 和神的关系呢 因着基督的血 基督的义 我们被接纳了 罪得赦免了 与上帝已经和好了 神的愤怒 倾倒在耶稣的身上 上帝接纳我们 悦纳我们 做他的儿女 已经与上帝和好了 接着耶稣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不再是敌人了 可以称他阿爸父了 可以祷告了 交通通了 大祭司 慢子已经裂开了 可以直接进入支撑所 朝见神了 所以与神是和平了 那同时水平呢 与人和平呢 和睦 我吃 结果别人在那 心里面直骂 心里面软弱 疑惑 这个就不和平嘛 不和睦 第三 喜乐 因这与神的关系正常 被称义 与神和好 自然带来第三个 圣灵降临在我们里面 我们与神的罪得到赦免 不再恐惧战惊了 良心不再不安了 与上帝和平了 和睦了 当然享受那种 与上帝和好的喜乐 对不对 充满喜乐 同时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一样 要享受喜乐 与人之间关系 要和平和睦 我们与人之间关系不好的时候 夫妻之间 与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 你和弟兄姐妹之间 或你的朋友之间 任何人 关系有隔阂的时候 心里面不安 这就是很奇妙的事情 除非与人和好 心里面才享受平安 所以保罗说 你们公义 你们要和平和睦 你们要喜乐的话 这是神国度里非常重要的 想享受这个呢 垂直的关系 水平的关系都要好 神的国在乎这个 不在乎吃喝 实际上就是告诉那些 信心刚强的人 你虽然享受了自由 你很信心很好 宝贵 但是还缺一个不足 就是照顾那些 别硬着你的行为 使那些软弱的人 心里犯嘀咕 如果犯嘀咕的话 这就没有和平和睦 你自己也不可能有喜乐 所以十八节说 在这几样上 侍奉基督为神所喜悦 你为着主的缘故 吃肉 很好 这是自由 但是如果你更能够留意到 和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和睦和平 这个就更蒙神喜悦 又为人所称许 因为你留意 去照顾别人的时候 这个别人也会感受到 是吧 所以别人就称许你 而不是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 是吧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考虑别人感受 那些心里面 看你们享受在基督里 自由的人 心里不痛快的人 他们也是会软弱 对不对 心里犯嘀咕 批评论断 但是反过来 你去照顾他的时候 虽然他这个时候 他不认识 你放弃了 你在基督里自由 吃肉的特权 但是他至少 他觉得 他得到了这个尊重 他心里面就平安 他也会和你和睦 他也会称赞你不吃 的那个行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美德 就比起单纯在 在基督里 享受着基本的 那个特权的 那个更进步了 更进一步 所以十九节 到二十节 彼得就劝勉 弟兄姊妹 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以及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竭力的 你无论是犹太基督徒 外邦基督徒 你们要竭力追求和睦 不要再彼此争议 这个疑惑的事情了 不要再彼此批评论断了 你们信心刚强的人 要留意于那些 信心软弱的 这个犹太基督徒和睦 不要因为你们自己的特权 以至于 伤害他们软弱的良心 还有就是 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你固然 你的是 你在福音里面 拥有这样的确信 享受这样的特权 但是问题你这样做 不建立别人 不造就别人 那些犹太基督徒 心里因你软弱 心里面天天 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和疑惑 然后论断 只有不造就不建立别人 所以这个就超越了 罪不罪的问题 是吧 虽然你吃肉不是犯罪 但是比起犯罪 不犯罪更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够爱别人 考虑到别人感受与别人合物 然后去建立别人德行 这就更进一步的 成熟的 更成熟的这个要求和挑战 好 今天的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虽然我们中间涉及到 涉及不到什么吃喝的争论 但是这种教导我们基督徒 拥有自己的权利 我们了解自己的权利 和在基督里的自由 这个特权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要提醒我们 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使用自己特权 不涉及到犯罪的自由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考虑到是不是建立别人的德行 让人得益处等等 不要让人心里毁谤 跌倒论断等等 这个就是更成熟的思考方式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 如果将来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 盼望这种原理也 这种心态或者这种态度 这种原理 比起 这个也没有什么对错 比起对错更高的 就是考虑到别人 不是我自己 你自己可能没问题 但是别人 考虑到别人的时候 就会约束我们的自由 这个原理也是保罗 为什么对提摩泰和提多 有的时候给他 让他割离 本来不需要收割离 但是为了犹太人 向犹太人传匪 不让他们说我们不遵守律法 结果就软弱 就直接关门 没有办法接触传匪 所以给他收割离 然后去了 所以他们沟通都很开心 然后就有机会传匪 但另一方面 有人窥探 让他们重新遵守律法 让他们纯束收割离 是破坏辅音的性质 所以保罗就不给他们留机会 坚决不给收割离 所以同样问题 保罗施割离和不施割离 为什么前后不一致 你说保罗不 这个前后不义 保罗这个做事 没有一贯性和原则 不是 他是出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 一个做一个不做 割离了无所谓 反正在基督里割个羊皮 本来就不是什么 我们心里又不是 重新回到律法主义 但第二种 要同意他受割离 就等于妥协 放弃了我们在基督里面 那个语音的自由 语音的真理 所以坚决不能妥协 压根就不给他 收割离 所以弟兄姊妹 那今天我们这里面重点是 在基督里得自由的 成熟的心智 去考虑到建立神的家 寻求和睦 见德 不让人软弱跌倒 为了这样的缘故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节制自己的自由和特权 愿神祝福大家 盼望我们在今后生活当中 或者现在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用这样的原则 去指引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听了神的话 愿意按着神的话语 去生活的所有的弟兄姊妹 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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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